然后自来水冷热水晕缸 那时候有引入 安全光红刀烤面包即洗衣机 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 只不过样子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人家是修炎 有刺痛点他们继续不生气 现在是NP出炎 对不对 摩天奴我们这个美丽华摩天奴 人家110年一定就有了 然后动画那时候就有了 没有现在我们全面的工具更发达 那时候已经知道怎么样送牛奶到家里面 有咕咕咕的找到古店了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从私人的生活到办公室 到知识教育系 到购物 我怕我们讲 连锁那边购物的东西7-11 不要忘了 如果我们现在的7-11 是1926年在美国南方公司就营止 那时候他已经算晚了 他比你一定有别的戏 所以你这样一看 难怪这些白人 看到你们黄总的落后名秀啊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台湾还没有全面的这些 还很少 我还记得我坐公车 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说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大陆的记者 跟他交了一个朋友 他到台湾买了单独行 然后他就说 台湾买了台湾买了 台湾买了 好棒哦 那个车子好像都没有装喇叭 我说哎呀不要信我 我说你们知道得到吗 这个啊 我小的时候一年级我就坐公共汽车 因为这个公共汽车很少 然后呢 我念新闻国小 那个那个街道很小 新闻国小旁边那个街道 那个昆明街那边很小 你知道那个公共司机 司机是怎么样 那个排桿 上面那个老八还是一根线接在那边 接近线一接他就巴巴巴 车子人太多了 他干脆就拿一个橡皮筋 那车子一路巴这样开过去 我说我们不要笑 我们这边有的人常常呢 就是去大楼里都说 还有大楼里都说 不要笑 接受新的文明是需要时间跟习惯 我们自己是这样走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 白人不要笑 我们会往上走的 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去走在别人前面 我常常跟我有学生讲 什么叫做后发前置 什么叫做迎头赶上 你在后面追 能不能赶上 你在后面追 你的速度越来越快 你怎么会赶上 所以什么叫迎头赶上 一下子绷在他前面 让他来赶 怎么样一下子绷在他前面 你看中国人的秘籍吗 清空 是不是 那我们的秘籍是什么 不只是清空而已 正法无法 我们再继续看 为什么中法很好 所以我刚刚讲了半天 要告诉我们各位 就是东西查询 一百天以上 不就是我们的查询 我们现在有地铁 纽约地铁从这里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物质无名的差距 用的这些东西 你如果再往前推 你就会发现 刚刚我们讲 纽约他提出那些生活浪漫 后面的应用科学 这才是他真正的动力学 这些应用科学 你都可以看到 刚刚在把手机 手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现在智慧型手机 里面包含了什么 电话 对不对 里面包含了无线传输 包含电报这类的东西 包含了画面 你还可以画 包含了电话 它是一个多种东西的集合体 可是你要知道 这每一个集合体的东西 它都有一个源头 所以电话早就在1876 比我们现在 各位 讲连145 电报1836 当然 电报要比这个电话来的上 可是各位 你如果注意看 看一件事情 注意看 电报到电话 电报只是 signal传递 讯号传递 电话给你声音传递 这中间才花了多少 40年 花了40年 可是对人来讲 另一方面来说 40年很久 各位几岁 汉代的人平均50岁 所以 从这个到这个 如果是古代 不要讲到汉代 在 我们现在讲到的 1500年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西方文明的源头 开始进在西方文明年 那个时候的人就大概 西方人大概就是40岁 50岁 寿命 如果你能够 小时候能够长大 你如果是在恶劣环境之下的话 像在工业革命的时候 如果去查资料 你会发现 英国人很可疑 我们也跟在大发展的时候 那些额头 很多人是平均寿命不到10岁 六七岁就做同工 然后呢就公开 10岁到12岁就挂了 所以人的寿命 我常常讲一件事 佛书上讲 人寿10岁 有的人就说 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人寿10岁 我说已经发生完了 现在又回升了 为什么 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工业区里面的 卖群 儿童的平均寿命 是不到10岁 所以有一天我跟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在Mail上面辩论 他说中国人有儒姓 中国人呢就喜欢被奴隶 我火大 我就说 好 你说中国人喜欢儒姓 那我就说 欧洲人天生有虐待团跟被虐待团 为什么 你说中国人有儒姓 其实因为他取了一个例子说 说这个 清朝的皇帝 旁边有一个 所谓的令臣 太监 然后呢 一个 法国的军官 觐见皇帝 就是中国人 太夫 人道 把一个男人呢 这样子 太夫人道 结果 故事的下面就是说 这个 太监马上就说 我喜欢 这 皇帝给我的恩宠 就是 为了这个 他就说 你看 中国人就有这种虐心 被夭害了 还帮我手抄掉 我就跟他说 我说 那么多中国人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 在历史上 会变成 另成的一个人 另成有他的条件 非常非常相够 才会去做 但是你必须有 方式有关系 跟 我有关系 你才可能去做 那个 你什么人不挑 你挑一个这个 然后把他影射到 所有中 我说我可以从 实际上 都可以做